心情怎么样 好累 大家一起说 戴着口罩满脸皮太快步走出台北地检署 他是台北市殖民贵族学校再新国小的董事长张光正 涉嫌掏空学费4000多万 早到送办 巡厚以150万元交保 而被怀疑知情涉案的校内高层也统统被约谈 面对镜头不发愉快步离开 杨敬校长没有涉嫌挪用公款 但却在相关账目上签合 也被检方视为共犯 巡厚以20万交保 另外包含主任出纳等亲民交职员 则被预令5万到20万交保 你有A钱吗 不好意思 贵族学校敬报社谈校董张光正否认A钱 变成将款项都用在教学用途 强调没有侵占 但检调查处2013到2023年间 家长缴交给学校的双语教学费用 由董事长刻意要求以现金支票来支付 借此再将款项存到私人人同账户 10年来蚂蚁班向不发获利至少4000万 根据欧姐在新国小市台北老牌明星学校 还有不少名人校友 想就读并不容易 检调怀疑校董看准双语教学费用 属于额外费用 动起歪脑筋将宽向清整 最需要的是我们的 有很好教书经验的老师 家长看上双语教学 砸大钱送小孩上贵族学校 但没想到额外的双语教学费 却被曝出遭董作私囤 存入他的个人小金户 事后校方激发声明回应 营运基金充足 效务运作正常 一切配合司法调查 而检方也将持续厘清 是否还藏有其他私囤内幕 进新闻成电点 颜凯旭采访不懂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